第十二屆2020花蓮國際石膠藝術季 10月24號到11月22號將在文化園區舉行 進展學中為18號和在地的石膠藝術家李子群老師 及天使幼兒園的小朋友們 共同為活動拍攝宣導影片 也正式宣告活動開跑 期盼可以透過創作展覽 讓國際看到花蓮的石膠實力 簡單學中會表示 花蓮國際石膠藝術季18號 從玉里普斯格藝術館揭開序幕 一連串展覽的活動 由南到北結合地方石膠藝術的脈絡文理 在地異穩能量 雖然今年因全球肺炎疫情持續蔓延 導致無法邀請國外石膠藝術家前來創作 但仍廣邀歷年來國內知名石膠藝術家來花蓮創作 藝術家的展品 從南區一直到北區慢慢的循展上來 就是希望讓我們的石膠藝術季的聲音從南延伸到主產地 然後另外也將我們的宣傳影片打到我們的全國甚至國際 因為這是一個國際石膠藝術季 而國外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藝術家可能沒有辦法前來 但是對於歷年在花蓮展出的我們國際石膠藝術 以及當代藝術家 我們都會陸陸續續在我們石膠藝術季 每一個禮拜甚至每一個月都會陸陸續續展開 就是希望讓文化的氣息能夠連結全民運 以及文化的氣息就在我們生活周邊 生活藝術化 藝術生活化 這是我們一貫一直以來的目標以及宗旨 我們歡迎全國以及我們花蓮鄉親一起到文化局 而今天也可以到樸石閣 我們的文化展區能看看我們原生國小的樸石畫 甚至還有我們當地的石膠家的展品 2020年花蓮國際石膠藝術季9月開始起跑 並且展出一系列藝術界的展覽活動 有重返榮耀花蓮縣石膠協會立論會長作品邀請展 幸福相傳 為藝術界活動揭開序幕 記得請回家 歡迎收看 請回家 歡迎收看 請回家 歡迎收看 感谢观看